来到我们香港科技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重读中华人民讲座系列的第二讲 那么当然我们讲者仍然是沈志华教授 上次我答应会介绍一些沈教授的个人的情况 那么因为他跟他个人有关的资讯也是太丰富了 所以跟他一些丰富多彩个人活动有关的呢 我仍然是留在下回分解 等于第三讲再介绍 那么今天简单介绍一下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 沈教授近年来非常活跃 在先后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亚太研究所 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 他现在也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特评教授 主持多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沈教授的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苏联史 中苏关系史 冷战史 他著作等生 已经以中 中英日韩俄等语种发表了七十篇以上的论文 撰写和编辑了十部以上的学术论著 整理出版了几十卷的历史档案 重要的历史档案 他的学术论著 包括苏联专家在中国 以及一系列关于朝鲜战争的论著 在学术界得到高度评价和重视 那么他编了几十本档案文献 更是功德无量 我们这个讲座叫做重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所谓重读就是重新认识 重新解读 那么沈教授就是中国内地 目前重新解读和编撰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领头人之一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 他怎么样重新解读 共和国的第一场战争 朝鲜战争 欢迎 今天早讲那个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是近十年来 国际冷战史研究最热门的一个题目 也是五十多年来 这个现代国际史关系研究当中的 最热门的题 为什么呢 因为十年以前呢 这个共产党这边的档案都没解密 所以研究的人特别多 主要是美国人 但都是瞎猜 因为他没档案 到底斯大林怎么想的 毛泽东怎么想的 金日成怎么想的 他不知道 就是猜 那么十年以后呢 这个档案是不断的解密 但是呢 大家的解读不一样 所以呢 争论也非常大 就现在 中国学者 还有这个美国学者和俄国学者呢 这个看法不尽相同 特别是涉及到一些 关于决策动机的问题 因为 有两个问题 就阻碍了这个研究的进步深入发展 一个呢 就是 很多档案还没解密 比如说 这个俄国 就是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有很多 没有解密 这个嘛 你就很难知道 他做一件事情 他决策的时候 内部是怎么讨论的 我们现在能看到只是他发出去的电报 或者下达的命令 或者指示 这是一个困难的地方 第二个呢 就是中国档案 也有大量 或者是更多的 没有解密 当然有很多是 是因为就没有档案 比如 决定 中国决定出兵的那几次 书记处扩大会议和政治局会议 没记录 毛泽东不许记录 这个 现在嘛 只能靠一些当事人的回忆 来来来 再加上 会议以后做的决定 或者发出的电报来判断当时这个会议的情况 所以整个研究的情况大体是这样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呢 我只是 根据新的这个档案文献 从我的解读 的角度呢 把这个 传言战争的过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跟大家讲一讲 如果要我们要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或者 有时间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上次 上一讲呢 我讲了一个问题 当时我提醒大家注意 我说 中苏同盟条约 中国提出的那个方案 关于这个长春路 旅顺港和大连港 那个方案 是1月28号 被斯大林接受 两天以后 也就是1月30号 斯大林做出了 要发动朝鲜战争的决定 这个事情呢 咱们还得从战后 这个 把战后发生的情况 大齐捋一下 你就知道 斯大林的想法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 那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三八线 因为三八线 其实在三八线 划定的这个时候 就已经包含了 斯大林对战后 整个远东问题的设想 这个我都快看不见了 总而言之 那个汉城那是中心 对吧 这个汉城稍微靠北一点吧 就是三八线 那么你记住 有一点是连上的 一看 你看一下大连 然后看一下 日本的北海道 三八线 就是这么穿过去 当时打这个 日本关东军的时候呢 美国跟苏联是有分工的 这个 美国呢 打这个太平洋和日本本土 那个苏联呢 打这个东北 当时对于朝鲜半岛上的陆军 就是日本陆军 谁来负责呢 没有明确分工 在波斯坦会议上 没有明确 没有明确讲这个事 主要是我想 大家都没有想到 这个事情进展的这么神速 所以 美国一扔原子弹 这个苏联第二天第三天 决定 马上出兵 一百五十万大军 一进入东北 日本就要投降了 这个时候呢 苏联红军最先进入了北朝鲜 八月份就开始向这个汉城挺进 八月十六号的时候 美国人呢 觉得不行 这个如果朝鲜半岛都让苏联人站到有问题 所以呢 国防部就赶快 呃 做一个计划 那么他们就拿个朝鲜地图 看了大概 各百分之五十中间刷 刷了一条线 就是三八线 刷完了以后 他们并没有想 这个苏联会接受这个方案 他给他留了很大的余地 据他们后来 呃 国防部回忆 讲说 啊 如果是 呃 这个 就是 三七线 三八线 这个三九线 总而言之 汉城给 这个 呃 苏联呢 他们觉得都是值得的 因为人家 这个这个苏联红军已经进入 这个 这个 朝鲜半岛 而 美国的 海军呢 离日本最近呢 还在那个 那个冲绳打呢 还有大概六百多海里 但是 这个 麦克阿瑟也好 杜鲁门 这个国防部谁也没想到 呃 十八号两天以后 斯大林回电 同意 说行 就三八线 当时 美国人非常惊讶 说斯大林脑子出问题了 给他这个回旋的余地 他都不要 后来 杜鲁门仔细看一下 斯大林那个电报 哦 他明白 斯大林讲啊 说三八线 可以 没问题 但是 这个三八线呢 如果往东延伸呢 就把日本本土的北海道 就化在三八线以北 说我们苏联红军要求呢 所有三八线以北的这个领土都由我们占领 后来杜鲁门呢 就给他回了个 也说呀 可以商量这个事 但这事呢 不归我管 说你找 找麦克阿瑟 他是这个远东盟军总司令 这个麦克阿瑟就 口气非常强硬 说如果你胆敢有一兵一卒 踏上日本本土 我就扣押你们在 这个远东委员会的代表 扣押你们所有 都当人质 在这个日本的代表 总而言之 斯大林呢 就没有办法 就接受了这么一个现实 那么后来呢 这个到四八年以前 苏联对朝鲜的政策 基本上是维持北朝鲜呢 在他的控制下 他并没有想 向南朝鲜的渗透 甚至南朝鲜的劳动党 受到李承宛的围剿的时候 他也坐视不管 他认为 既然三八线已经划定 那么三八线以北呢 是我的势力范围 三八线以南是美国人的 他不愿意在这个地方 跟美国人发生冲突 一直到 1948年底 苏联认为呢 因为他们当时 苏联是25集团军 占领了北朝鲜 他们认为 基本上这个已经稳定 因为北朝鲜和南朝鲜不一样 南朝鲜呢 这美国人不搞民主 他就搞得就很乱 左派了 右派了 吵来吵去 那个议会没完没了 北朝鲜没什么议会 就一人说了算 所以呢 他秩序很快就整顿好了 经济恢复啊 什么 那苏联人觉得放心了 所以他 这个 四八年十二月提出撤军 我撤军 你也要撤 就让美国人也撤军 当时美国还一个烂摊子呢 那个究竟谁来管 什么弄 他也弄不大清楚 就美国人犹豫不决 苏联自己撤了 所以四八年底 苏联已经撤出了北朝鲜 留了五百个军事顾问 那么 他走了以后呢 到四九年上半年 美国国防部就在研究这个问题 研究联系 研究区呢 认为 这个南朝鲜没有什么军事上的战略价值 驻军呢 毫无必要 撤 那么到六月份呢 就撤了 在这个时候 金日成跟李成晚呢 都想自己呢 来管理整个朝鲜 因为原来朝鲜的问题呢 是联合国 这个和盟国呢 曾经有过会议 就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会议 莫斯科会议 决定什么呢 决定托管 因为你朝鲜人呢 你原来一直在日本人的管理下吧 那个 一零年 三十多年 没有军队 也没有什么行政官员 他觉得你管理不了这个国家 所以 先委托我们来管一管 那么南方呢 就成立了这个美国的军政府 北方呢 这二十五集团军成立一个民政府 实际上都是 他们来来来来来 这个组织南北朝鲜的人 逐步的来接管这个政权 开始 这个金与城并不是首选 原来 有个叫曹婉直的 相当于 孙中山这样一个人物 在当时的 这个朝鲜呢 很有威望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这个 爱国主义者 结果后来曹婉直呢 坚决反对托管 说凭什么我们朝鲜人 不能自己管理自己 非要你来管 这个斯大林就很不高兴 我好像把你扶起来 你还不听话 下去 就给 后来是怎么就失踪了 反正这个人 现在闹 闹不清楚 我还没有查到资料 然后他就让二十五集团军 推荐一个人 推荐的就是金与城 这个电报要说金与城又年轻又能干 而且原来呢 金与城原来在东北打游击嘛 后来打败了就跑的那个 哈布洛夫斯克 你看那个最机脚那个地儿 要玻璃 跑那儿 搞了一个 哦 这省点事 就这地儿 看到没有 这儿苏联成了一个八十八旅 就是全是那些东北抗日被日本人打败 后来跑了 跑了 然后他就 也是四五年 这个九月份吧 大概苏联就派 派了一艘船 叫普加乔夫号 就把他们大概有 有几十名 这个朝鲜官员就送到 送到北朝鲜 那么到四五四六年呢 就把全力交给了 金与城这个人呢 是很年轻 那年三十二岁 野心很大 他很想呢 立即统一这个朝鲜 所以四九年三月份的时候 他第一次到莫斯科 就向斯大林提出来 我要统一整个朝鲜 当时斯大林跟他讲的呢 说统一嘛 当然是好事 应该统一 但是呢 你不能用武力来统一 你要通过政治手段 怎么政治手段 你多搞点宣传 讲这社会主义怎么怎么好 让大家都走社会主义道路 都跟着你走 然后你再弄点 游击队啊 在南方捣乱 这样理应外合就行了 这话呢 这个谁就记在脑子里了 他就回去了 回去以后啊 他觉得 这个北朝鲜 他三十多年啊 他没有 不是自己的管理这国家嘛 所以他没有军队 没有军队 你想打仗怎么打呀 没办法 这那会儿南朝鲜也就 李承晚也让人要北进 所以他就派了一个人 这人叫金一 是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 就到北平 那会儿呢 毛啊 刚进北平 还没进 他在郊区 在那个双清别墅 香山呢 金一就去了 跟毛主要谈了个什么问题呢 他首先说的是 我们要解放这个南朝鲜 毛主好啊 解放南朝鲜好 这个枪杆在里面出政权嘛 但是你现在不能打 你要统一 你得等 先等我统一完了 四月份 那个 解放军还没过长江呢 刚 或者刚刚过 因为他是四月大概 二十五号 咱们是 四月二十号过长江 大概四月二十五号 说你等我这儿 统一完了 我把部队往北边一调 帮助你 很快就能解决你 没问题 我们去了 这个 他们也分不出谁是中国人 谁是朝鲜人 但你现在不行 后来说那么第二个问题 说现在呢 南朝鲜 如果要打我们 我们没有任何防御力 怎么办 说你们 解放军部队里头 有很多朝鲜人 能不能让我带回去 这个事情啊 原来嚷嚷的非常厉害 就是过去这个 大战没解密的时候 原来就是 西方的学者 都认为 朝鲜战争是毛泽东跟金日成 还有斯大林 他们共同策划的 一个主要的论据 就是 早在四九年 中国就把部队派进了朝鲜 其实呢 不是这么回事 它是这样子 因为朝鲜呢 它被日本那个吞并了以后呢 大量的移民 到中国东北 大概在二战以前呢 已经有二百多万人了 那么这二百多万人呢 后来参加这个抗日联军 也有 然后 把日本打败了以后呢 很多人呢 就参加了林彪的 这个东北野战军 后来叫四野 那么在四野里头呢 大概有四万多人 都是朝鲜人 这个朝鲜人呢 当时呢 就中国那会儿也乱 打内战什么的 所以 大部分都是双重国籍 他也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国籍 也没有 反正是比较混乱的 也没有 说是放弃 朝鲜国籍 这个事情 大概一直到 1952年 53年 我看了个文件才 才让 你就反正选择一个 要不然你就中国国籍 要不然你就回去 后来一部分人回去 大部分人留在中国 这是 这个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事情 所以当时呢 就叫朝鲜族人 或者叫朝鲜籍人 就朝鲜族部队吧 毛跟这个金一说 说现在呢 有两个师留在东北 一个是164师 一个166师 一个在沈阳 一个在长春 说这两支部队呢 你可以带回去 我给这个高岗写个写封信 还有一部分人呢 说林彪已经带走了 带到这个南方去了 等我们这个战事结束以后 你也可以拿走 你也可以带走 这样子 这个到七月份的时候 这两个师 就是方鼠山的师和 叫李什么 那个师长 这两个师呢 就带着全副武装就回去 后来这两个师 确实构成了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 但是当时呢 并没有谈到朝鲜战争的问题 从我看这个文件上 主要是他担心这个李承晚要要往北打 没有防御力 这个事情呢 就就过了 等到六月六月份美国撤军以后 四九年六月美国一撤军 这个金日成绝的机会来了 所以九月份 他和这个苏联驻朝鲜大使 叫斯蒂哥夫这个人呢 策划了一个计划 叫翁京半岛作战计划 翁京半岛在哪呢 看 这不太小了 反正啊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三八线的那个 它有一小部分突出的地方 金城的设想呢 是这样 我沿着三把线 把部队呢 全面铺开 但是先不动 我先打翁京半岛 如果打了翁京半岛 美国没有什么反应 或者国际上也没有太多的 这个反应 我军事进展也顺利的话 那我全线出击 一举拿下南朝鲜 这个方案呢 这个斯蒂哥夫是同意了 所以他就转递莫斯科 那我看到至少有 讨论了好几次 这个究竟怎么办 最后呢 我看有三个这个文稿 就是 政治局会议做的这个决定 后来委托这个 格罗米科呢 去起草 最后他们发出的这个文稿呢 是这么个意思 说这个 苏共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后 认为呢 不能采取军事行动 解决朝鲜问题 如果你这样做呢 就引起美国的干预 就使远东的局势 复杂化 怎么办呢 斯大林给他出了几个主意 第一 还是 多搞政治宣传 第二 多支持点游击队 当时条件成熟的时候呢 通过选举 来这个实现统议 他认为现在呢 条件不成熟 大体上这么一个 9月24号 把这个决议呢 就发到 发到这个北朝鲜 金城看完以后 大失所望 情绪非常不好 这个施迪科夫电报 转告斯大林 说 这个金城情绪非常不好 那么 从9月份到12月份 在三八县附近 发生了 极 这个 极起比较重大的冲突 实际上那个 小冲突 大概有2000多起 今天他放一枪 明天他打一爆 大的冲突 我看那个 就是 莫斯科跟那个平壤 来往的电报 大概有那么两次到三次 斯大林是发了脾气 痛斥这个 苏联顾问 因为当时有 有苏联顾问 有五百多人呢 总顾问就是这个大使 斯大林科夫 斯大林科夫 因为他原来 他也是军员 他原来是二五集团军的 政治部组论 说 留你们这些顾问 在那干什么吃呢 发生这么大的事 你们事先也不报告 事后也不 事先也不阻止 事后也不报告 大概有一个消息 他可能是从 通过国防部 那个情报局 得到的情报 苏联顾问 没忘过莫斯科报 所以非常生气 来往往几次电报 那么这个时候呢 10月26号 我发现一封电报 是斯大林打给毛泽东的 他说你两天前的电报 收到 两天前这个电报 我是没有看到 但是看这个意思 能推测出来 他说 在朝鲜问题上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京城不能采取军事手段 解决统一的问题 说这个事情呢 你放心 由我来做工作 我找京城台 这是 这是我知道 他跟 就是在12月之前 他跟毛的 就是毛 也就是毛去莫斯科之前 他们俩 这个来往的一个电报 那么 最后一次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上次我讲的 12月16号 他们俩人 在会谈当中 讲到 第一句话 他就 我只有问他 有没有战争 斯坦林说 不会有战争 你不打 精神不打 不会有战争 这个 然后 就到了 一月份 事情就发生在 这一个月之内 1月17号 发生了一件事 1月17号呢 是当时 这个朝鲜 驻华大使 李中渊 要复任 要复任呢 就在中国使馆 给他 弄个欢送会吧 工作午餐 那么金城也去了 斯蒂科夫 苏联大使 都去 金城爱喝酒啊 这个 饭还没吃多少 喝多了 喝啊 这醉醺醺的 一把就拉住 这个斯蒂科夫的手 这都是 不是我编的 这都是电报里写的 他一把拉住 斯蒂科夫的手 说 现在 这个 中国的统一 已经完成了 那会儿 中二美国国 已经成立了 说剩下 就剩 现在就剩下我了 那个南朝鲜 几千万劳动人民 正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们等着我去解放 我不明白 为什么 金日成 这个斯大林同志 就不让我去 这个解放他们 那斯大林 老说 说你呢 等着北朝 南朝鲜 发动进攻的时候啊 你搞个反击 你再打过去 我等到现在了 李承岚也不发动进攻 说不行 我不能再等了 我要 这个 去莫斯科 面见斯大林 斯蒂科夫呢 就把整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午餐会的状况 金日成说的话 写了很长一个电报 19号就发到 莫斯科 那 斯大林接到这个电报以后 过了11天 也就是到了1月30号 突然 他给斯蒂科夫 写了个回电 说请转告 金城同志 我同意他的意见 但此事要做的不冒风险 所以请他到莫斯科来面谈 这是现在我们发现 这个最早的一封 一个文件吧 斯大林同意 魏超人战争开放绿灯的 这么一个文件 让斯蒂科夫第二天回电 说这个金日成 接到您的电报以后 兴高采烈 说 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就等着 莫斯大林同志 召见了 什么时候叫 什么时候去 其实这个时候呢 他还是不能去 因为毛还没走 毛泽东呢 是2月17号离开的莫斯科 毛走了以后 这里插一句 过去 西方的 特别是美国的学者 一般都认为 在莫斯科的时候 毛泽东和金日成和斯大林呢 共同商量的这个 创业战争 其实没有 因为往后你会知道 毛不知道这件事 他就走了 走了以后 这个金日成 他前脚走 金日成后脚 到3月份 3月30号 我看这个电报 他们就开始谈这个 来往的这个行程 那么到4月8号 出发4月10号 就到了莫斯科 谈了15天 就金日成在莫斯科 一共待了15天 但这个呢 除了有一次 是在克里姆林宫会谈的 其他几次都是 在斯大林的别墅里密谈的 没有档案 至少我没看到 现在知道这个情况呢 都是这个谁 有个叫文日 文日是原来 他陪着金日成 去了莫斯科 后来他叛逃了 跑到美 南朝鲜不是跑美国 跑哪去了 后来就就 披露了很多很多内情 后来北朝鲜跑的 因为 这个55年以后 金日成 朝鲜有四派 有莫斯科派 有延安派 还有南方 南老党 就南方派 还有他的游击队派 四派 从1952年到1956年 到1958年 金日成几乎把那三派全部赶尽杀绝 所以很多人都逃跑 还有一批跑到中国来 一批跑到苏联 后来他们这些人披露了一些情况 也可以弥补一些档案之不足 那么在这次会谈的过程当中呢 大概确定了这么几个事 第一 斯大林主要是担心 如果你要是发动了战争 美国人要干预 怎么办 美国人会不会干预 如果他干预怎么办 金日成讲啊 说这个 萨林同志您放心 我这次发动的是闪电战 这个 他跟那个朴宪永一块去的 朴宪永原来是朝鲜劳动党主席 在南朝在汉城 后来被李承宛赶了赶到北朝鲜 朴宪永同志 在南方有二十万劳动党员 只要我这一开枪 那边就起义 四天之内解决战斗 那个时候美国人来不及反应 我已经占领了汉城 大概 讲的这么一番话 当然 我相信 斯大林不是仅仅听这个 精神的这个这个保证 因为在此之前其实还发生了两件事 就一个一月五号杜鲁门的宣言 一个一月十二号 爱居逊的讲话 特别是爱居逊讲到说 这个韩国呢 就是南朝鲜的不在美国的防御线 这是一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呢 主要是谈了一个 怎么跟中国交代这件事 因为当时呢 毛是蒙在鼓里 他根本就不知道 原来他跟斯大林说好了 是不让这个谁 毛当时想法的 他得还台湾问题还没解决呢 他要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斯大林呢 知道毛心里 如果他知道这事 肯定很不高兴 但是呢 他又不能不告诉他 刚签了中苏同盟条约 你就瞒着他这么大的事 所以他跟金城讲了这么一番话 金城啊 你回去以后呢 一定要到中国去一趟 这件事你来告诉毛泽东 说毛泽东啊 是个这个革命的专家 东方的问题 他比我清楚 你去听听他的意见 大概这是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呢 主要商量的就是 装备和更换这个顾问的事 这些到 大概到四月份 五月份就都完成了 但是金城呢 是不大想跟中国谈这个事 因为他认为 有苏联的帮助就足矣了 而且当时朝鲜跟中国呢 还是历史上有一些 这个咯咯哒哒的事情 对吧 他就老拖着不去 那么到五月三号 我看有一封电报 斯大林给这个毛泽东的 这个金城老不去嘛 斯大林也有点呆不住 坐不住 他就给毛打了一封电报 说 前不久 金城到我这来了 我们谈了一些问题 具体谈的什么 由金城当面向你介绍 到了十二号 这个莫斯科和和平安之间 又有电报 斯大林很着急 说让你去 你怎么还不去呀 你赶快赶快去 这么十三号晚上 金城就到了北深 到了北京 当然双方进行这个这个会谈 一谈就谈谋了 金城说呢 说我啊 最近刚从莫斯科回来 这个斯大林同志 已经同意我们的作战计划了 说我们马上就要 这个发动进攻 这个毛泽东说 不对啊 说我也刚从莫斯科回来 斯大林没跟我说的事啊 确实我 你先走的 你走了以后 我才去的 这个会谈就停止了 晚上十一点半 中来召见这个罗申 就问他 说这个金城来了 说了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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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番话 我们这个主席呢 让我核实一下 你现在立即给斯大林打电报 问问是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电报就打了 十四号 斯大林回电 请转告毛泽东同志 这个菲利波夫同志 就是斯大林了 这个因为国际 这个局势发生了变化 菲利波夫同志同意 朝鲜同志的意见 但是 这件事情呢 还是要经过 这个毛泽东同志 和中英中央的统一 如果你们认为 现在不合适的话 那么朝鲜的统一 和人民的解放 就要推迟 具体怎么办 你们 自己商谈 所以毛接到这个电报以后呢 到十五号会谈 太多就变了 金城啊 我不是不支持你 我们也是武装夺取政权嘛 这个路线是 道路是对的 但是我现在台湾问题还没解决 当时中国的部队呢 是这样子 你看啊 四个野战军 这个一野在在在打 准备打西江是吧 二野呢 是准备进军西藏 和西南平匪 三野呢 在在这个地方 准备进攻台湾 集中了十六个军 四野是在从河南到广州一线 作为总预备队 黄河一北 甚至长江一北 没有野战军 特别是东北 本来留俩师 还让军神的要走了 就剩一 就一个四十二军 知道跟着 就是在黑龙江 农肯的 种地去了 所以我现在北方没军队 不过现在既然你和斯大林 已经都商量好了 那你先打 你先打 你打完 我再打 你还需要不需要 这个中国为你提供什么帮助 精神一拍胸脯 我所要的一切 斯大林通知都给我了 走了 十六号离开北京 到六月二十五号 战争发动 再没有跟中国通信 所以实际情况 这个到底 中国是不是知道朝鲜战争爆发 是知道 但什么时候爆发 他并不知道 怎么打 他也不知道 金城 这个 采取了 对中国采取过封锁消息 你一会儿往下听 你就知道 给毛给气得不得了 他怎么知道朝鲜发生战争了 是法国报纸先登出来了 所以毛非常生气 你看 从 六月二十五号 二十六号 二十七号 三天 中国的报纸 没有一个是政府发表声明啊 什么什么 除了这个新华社登点这个消息 没有表态 也不表示支持 一直到 这个台湾问题出现以后 中国才正式表态 这个说明毛 对这个 金城发动一个战争呢 他是 心里是 是 是有意见的 那么 这个 整个进攻的计划 现在 基本上都已经 这个 披露出来 原来呢 朝鲜人民军作战部呢 准备了一个方案 准备了一个方案 但是不行 后来给送给那个江建 就是他们 作战部部长江建 送给这个 苏联顾问 苏联部闻团一看 这个 胡来的 还不知道 这打仗啊 他不知道是步兵先走啊 还是这个 坦克在前 这是工兵在 怎么配合 什么都没有 算了 他们给烧了 说我们自己来吧 所以实际上 真正的这个 朝鲜战争的作战计划 是苏联 这个起草 他叫做 他起了个名字 好像就是反攻 这反攻计划 这是 他设计的还是 南朝鲜战打过来了 然后我们再打过去 大概是 当时一共有七个师吧 总而言之 陆军七个师 主要是以汉城为目标 这个从铁员这边 这边从 这个 冲川 两边包围 是道德和后边 然后呢 海军呢 沿着这个东海洋线 整个反正计划 现在这个 这个这个都有 几点几分 凌晨四点 打炮 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以后 坦克跟进 然后后边跟着陆军 从哪个口 哪个口突破 非常详细 非常详细 这个6月26号 让让让让让的要往北打 没做任何准备 你打你凭什么打呀 没做任何准备 我采访了很多这个韩国的这个这个当时的一些一些军人 他说我就是李承晚就让让让的厉害 他底下具体怎么他没有任何步骤 但是精神的很鬼 他我看这个6月23号 他给他有一封电报是说 通过俘虏发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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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承晚制定了什么进攻计划 几月几号几号进攻什么什么 这施迪科夫就把这电报发过去了 发到了这个这个 莫斯科 但是呢 他跟了一句 他说 我不太相信这个情报 显然这个金日成本 他总要他发动战争 总要找个借口留个文件 所以他就弄 弄了这么一个 耍了这么个把戏 李承晚呢 其实也也也有一些设想 就是虽然没有布置下去 但是他们也开会商量过这个事 又如果打怎么打参谋部 最后汉城陷落的时候呢 这文件被苏联被京城给给给给逮着了 搅和了 搅和了以后 什么后来就报纸上灯 说你这场战争 为什么说是李承晚发动呢 你看那会儿他们就做计划 但是其实现在 你要懂得军事史 你知道这计划什么都有 有进攻的 有撤退的 还有各种预案 到底要实行什么 这才是这个真正比较重要 那么拿下汉城以后呢 这个金日成就 得意洋洋的给萨林又发了一份联报 说现在汉城已在我的掌握之中 我们准备两天以后召开庆功大会 希望这个我已经把总部设在汉城 希望这个苏联顾问团的总部也牵制汉城 这个苏联顾问呢 很有意思 他这个朝鲜的当时人民军一共七个师吧 陆军 从排长以上 一对一的 一个排长 一个顾问 一个连长 一个顾问 一个营长 反正一直到总参 这个作战部等等 所以实际上在战争发生之前 在三八线 以北的所有军事行动 实际上是苏联在操纹 但420有一条 不能过三八线 这部队一打到三八线 苏联顾问全部停下 让他们自己过去 看有个电报 很有意思 这个当时呢 就是谁啊 就是苏联给了京城的 这个三千辆汽车 这汽车有了 他没司机呀 萨丁就打一电报 我就京城发个电报 给萨丁 同志 萨丁同志 您能不能给我们派点司机过来 萨丁说 这不行 我可以给你 你们派人来 我教你们 几天就会 你们自己 还有个电报 这个6月20号 一个电报 就是他给了一艘 这个炮艇啊 不知道什么军舰 总而言之 是开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圆山岗了 也是 没有驾驶员 他不会开的军舰 就是说 你给我派 十个顾问 和这个领航员呀 等等 这个萨丁也是回了个电 说不行 我一个人都不能给你派 你派人来学 我教你可以 所以他呢 对这个 就是苏联人不能过这个三八线呢 是卡得很严的 那么这次接到这个 呃 金城这个电报呢 撒尼就很不高兴 马上回了个电报 说呀 呃 拿下汉城呢 并不说明战争已经结束 啊 这个南朝鲜的军队都让你给 赶到 到南跑啊 你并没有消灭多少部队 我劝你啊 赶快组织部队 向南追击 别开什么庆功会了 说我那个苏联顾问团呢 也不会到汉城 这样子 这个金城 陛下队啊 还得追呢 因为他没有消灭多少部队 那个南朝鲜军队都跑了 所以组织这个南北两个军团 沿这个东西海岸线 南下追击 追的过程当中呢 又出事了 这不是苏联顾问都停在这个 三八线以北了吗 所以 他这个军队往南追的时候 这个指挥员全落了 这个 军长找不到市长 市长找不到团长 哎呀 整个部队就落了 所以 大概是 二十三十号几号 反正 呃 这个三十六收了 这个这个金城一个电报 说 好 我们部队这个作战多应有多大 怎么怎么样 但是很缺乏这个现代战争艺术 啊 所以 没有苏联顾问呢 这个部队没法前进 后来斯蒂科夫呢 就答应他 给这个 三林打个电报 这个时候 斯蒂科夫打个电报 说 你要搞搞清楚 你是我的大使 你不是金城的大使 啊 说这种事 你都敢答应他 说不过已经这样嘛 他说我给你可以派 这个 几十个顾问过去 但有一样 军装 全部扒掉 他们都算真理报记者 是 这个要是被被俘虏 或者被打死 跟苏联没关系 这是他们去采访去了 所以斯大林呢 其实他很很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我又要这场战争打赢 还不能把我给扯进去 这就涉及到一会儿 中国出兵的事了 那么这个时候 部队进展就比较迅速 但是呢 美国参战了 原来他们都认为美国不会参战 这个美国呢 28号决定参战 所以28号呢 美国的空军先参战 7月5号陆军就登陆了 杜鲁门还发表一个宣言 什么呢 就是关于台湾问题 就是所谓台湾地位未定 所以美国要保护台湾 那么第七舰队从这个印尼出发北上 路过台湾海峡 就留下了一个分队 其他当然继续 那么美国的参战呢 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美国一参战以后 整个空军全被 空中全被美国人控制 虽然地面上它还是处于劣势 但是 这个后勤 补给也什么等等 运输线 就破坏得非常厉害 战争呢 到8月20号 进入这个交织的状态 就在这个地方 土山 这条江叫洛东江 原来还守了一下洛东江 后来洛东江也没守住 就剩土山一个一圈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谁啊 麦卡斯设想了一个 这个人川登陆 这个人川登陆啊 成功的机会是很少 很少 有美国军事专家呢 写过书说 在人川要军事登陆 成功的几率 五千分之一 为什么 我去过这个人川这地儿 它这个海岸线啊 它那个就是海水特别浅 所以它非得退大潮 就涨大潮的时候 这个军舰才能靠近海岸 而且呢 只有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你要登陆不成功 这个海水一退 这个船就 所有船都得搁浅在沙滩上 那不就成了火把子 所以美国国防部 从上到下 没有一个人同意他的作战 但是麦卡斯这个人 这个非常强 他就要这个作战计划 谁也拗不过的 他就集中了七万人 九月十五号 结果是一举成功 其实呢 这件事 就我看的材料 至少有三次毛泽东 提醒过这个金日成 直接的电报 还有通过这个 尼智亮苏联大使 不是中国大使 还有通过苏联人 有三个文件 能够证明 毛泽东曾经跟他说过 说你啊 现在战线推的这么长 说你要注意后方 特别是 有两个地方你要防守 一个是仁川 一个是圆山 就是他东西两岸的那个 有两个港口 金城不听 后来我问过柴承文 因为当时柴承文呢去了 我说为什么金城 这个这个不听 他说主要两个原因 一个呢 金城认为美国没可能 这个这么快组织起部队了 第二个呢 他也分不出部队 南方打得很紧 所以他是想赌 我在你没有策后登陆之前 我先把这个 府上拿下 战争就结束了 那么柴呢 其实这会儿呢 就想出兵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 几次 从七月份组织东北边防军 柴就说 八月五号集结结束 这个做出动准备 到这个九月份 又后来又推迟 因为八月五号也是刚集结 但是实际上 这个部队的装备什么 都没有落实 又推迟到九月 特别人川登陆以后 这个高岗亲自到十三兵团 做的动员 都让部队全部换上朝鲜军装 准备出动 但就是没有得到金城的允许 毛呢当时设想的是 你往南打 我给你守着后边 这个战争结束 赶快结束 完了 我还得打抄 打那个台湾呢 这个金城呢 就是不让去 不但不让去 什么消息封锁 我看到有两封电报 是周恩来打给斯大林的 他就抱怨 说这个 你让我们 帮助朝鲜人 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也不跟我们讲 我们怎么帮助他 这个斯大林讲 回电说 这个是他们 我们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金城这个太年轻 他不懂事 我去说了 来来往往 金城其实是很有心计 9月5号 这个谁啊 这个周恩来派柴承文去 说你呢 这次 因为柴承文原来是在一眼 就是搞情报了 说你就作为武官去 你就在金城身边 发生了什么事 马上汇报 好 他到了平壤以后呢 金城 住的这个 这个劳动党中央大院 高级宾馆 好吃好喝好招待 把安乐部电话 说你拿起这机子 就是我办公室 可以直接到我 然后每天晚上 送一份情报 战报 开始的柴承文跟我讲 说开始我挺高兴 这个这个待遇不低嘛 拿起电话 就是金城 后来我一琢磨 这不行 他是首相 我哪能天天给他打电话问呢 你再找别人 没了 没有一个人跟他接触 他们吃饭就在那个 这个劳动党中央大院的市场 跟那些 这个因为他们原来 这个高级干部当中 很多人就是原来抗日战争时候 在在在延安的 所以叫延安派嘛 包括什么内务部 内务部的部长 社会部的部长 都是 但所有这些人 没有一个人 敢跟他说话 见了面 牛脸就走 后来徐辉告诉他 徐辉就是 内务部部长 徐辉说 首相 有指示 不得跟你多谈 所以你看 你不要怪大家 因为他们平常在延安 都很熟的人 谁都把跟他说话 结果弄了 好 再说那个战报 开始挺高兴 过两天 明白了 金日成 头天晚上给我的 都是第二天早上的广播稿 所以你看 二十三号 他回来 述职 这个中央军委 开会的时候 那种人大骂 说这个 柴城的你搞的 什么情报 我们都看了 报纸上都有 他精神给我的 就这样的 封锁消息 他主要是不想让 这个中国 参与 这场战争 那么 人川登陆以后的情况 立刻发生了变化 你想 人家七万人登陆 这个 这个 人川港 只有一个联首位 所以三下五串 就登陆成功 而且一登陆成功 马上兵分两路 一个北进 打这个汉城 一个就包围了 整个洛东江的部队 这下 这个京城一下 陷入了危机 他四十万 军队在这个 南方的 没有整建制撤回来 全部被打散 那么 眼看着 这个 美国军队就到了三八线了 这个京城着急 9月28号晚上 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 商量 究竟怎么办 商量来商量去 说这个 赶快先给金城打个电报 不是 先给萨林打个电报吧 所以他 连夜就起草了一个电报 还给这个师弟科夫看 师弟科夫 师弟科夫还不看 说你别给我看 你就直接打给 萨林同志就行了 因为这个时候 萨林也很不高兴 他生怕也是 不知道哪点 又得罪 斯大林 他这个电报呢 写的是 非常的诚恳 说这个战争 进行了这么长时间 朝鲜劳动党 朝鲜的劳动人民 为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 孤军奋战 要流尽的最后一滴血 现在实在是撑不住了 希望 这个 苏联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 就是让苏联派部队 因为他部队打光了 没人了 然后后边又说了一句 如果您认为 这个苏联要直接派军队 不行的话 你能不能帮我组织一支 国际志愿部队 先看那个西班牙内战的时候 那不是共产国际 搞了个国际纵队 30号电报到 1号 斯大林回电 金城同志 你为了什么国际无产阶级 什么什么 眼神一番 精神可嘉 继续努力 但是 这个苏联呢 是不能派军队的 因为我们跟美国呢 是有约定的 但是我想 中国人是可以去的 这个事呢 你不要着急 我去找毛泽东台 这个金城一收着电报 傻眼了 连夜就找这个倪智亮 他就跟那个谁 朴县雄两个人联名写了个求援信 现在这个信呢 就在 就在这个 北京的那个军事博物馆展出了 因为原来发表的时候 是把朴县雄给 给抹掉了 你看就是金城 实际上是他们俩写的 而且还是用中文 金城中文很好啊 为什么呢 因为朴县雄 后来就当了替罪羊了 给枪毙了 金城说 这战争为什么打败 都是你勾结美帝国主义 背后搞了我一家伙 就把这个朴县雄给枪毙了 所以后来你看那文件 他们被他公开的文件 原来包括咱们没有朴县雄 实际上他们两个人 那么 10月1号呢 斯大林同时给毛打了一封电报 说希望 他说你不是准备好了一支部队吗 我看现在是可以出动的 可以出动了 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请你立即派部队过江 这个援助朝鲜 这就是10月1号 那么10月1号呢 毛正在天蒙城楼在检阅呢 一下接着这个电报 当场写了个回电 说这个 我立即派部队参战 第一波 第一批部队去 三个军 几月几号 是9月15 10月15号 出动 第二波批部队 在三个军什么时候出动 然后后边又拉了一个 但是我 这个说中国呢 缺乏武器 装备 拉了个很长的单子 这个文件呢 就登在 1987年出版 这个 建国以来毛文稿上 第一卷 但是后边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武器装备的单子没有 钱的那段 很多人呢 都认为 这个时候中国就决定出兵了 其实不对 1995年12月25号 华盛顿邮报突然登了条消息 说俄国大馆发现一封电报 也是10月2号 也是毛泽东给斯大林的 电报说 中国不能出兵 有什么什么困难 战争刚结束 什么经济恢复 又是什么 民主党派 不想打仗等等 武器装备不行啊 说了好多 总而言之 中国现在不能出兵 这个事儿曾经在史学界 就是轰动一时啊 因为两封电报 同一天的 都是毛泽东给斯大林 一个说出兵 一个说不出兵 后来经过调查 我也是找了中央文献 大案馆 找了很多人 后来跟这个金冲吉 因为他编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建国以来毛文稿 后来确定是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毛写了这个电报以后啊 他没发出去 就搁在办公桌上 那么他后来就当作档案 就给收进去了 那么实际情况呢 是这样子 就是10月1号 毛写完电报以后呢 跟这个刘少奇 中来几个人商量这事儿 说这个出兵 出国的作战 毕竟是个大事儿 结果大家说 还是要慎重一下 说是我明天 开个书记处扩大会议 好 这个2号一开扩大会议 大家都反对 说现在怎么能出兵呢 当然会议的内容 我们现在不清楚 就是你像那个 李永珍呢 当时在京的一些 军事领导人的回忆录里 写了这个情况 就大家都认为这个 现在出兵不行 你也打不赢 而且容易把战火引到中国来 所以呢 就决定 先不出兵 那么什么 说4号5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再商量 那么 斯坦林那边等着信呢 所以当天晚上 这个毛呢 就召见罗绅 跟他说了那么一番话 说中国暂时不能出兵 后来我找到这个电报 他后边还有一句 其实他说的是 这不是最后决定 我们还要开会商量 这就是10月2号 这两封电报的争论 后来到了什么时候呢 到了4号下午 这个彭德怀到了怀仁堂 因为本来说是 呃 4号开会 当彭德怀 这个因为飞机的原因 他晚到了 一到会场以后 一看情况不一样 大家都 这个情绪非常低沉 也不说话 所以他 你看什么彭德怀自述里 他说我也没法讲 我都不知道什么事 因为原来他以为 是开发大西北呢 弄一大堆那个 那个图纸来了 他说一看不是 打仗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晚上回去 住那个北京饭店六楼 告诉你去 说老彭啊 告诉你怎么回事 他就把这事 卡卡一说 说完说明天 主席要单独接见你 你好好考虑考虑 到底能不能出兵 彭德怀那一夜就没睡着 翻过来调过去 从第二天早上九点 直奔风格园 一见面 毛就说 老彭 我就问你一句 你说 能不能出兵 黄东海呢 说了这么一句 他说 如果苏联要是 完全撒手 不管 我们也不要管 如果苏联呢 半撒手 就是他能援助 他不出兵 但他能援助呢 那我们跟美国人 还有一搏 就还可以跟美国人 拼一拼 一拍桌子 就这句话 你现在晚上到会上去讲去 下午 所以四月十五号下午 彭德怀在这个政治局扩大会有一番激昂慷慨的讲话 就是所谓打烂的再建设那一套 这这都是公开的 爆料都登了 哎 就决定这个出兵了 但是出兵呢 虽然决定了 这个毛呢 并没有告诉斯大林 为什么呢 这里还有一个苏联到底怎么 什么方式参战 没定下来 他原来说 这个 其实七月二号 我看最早的是七月二号 这个罗生就跟周恩来 有个谈话记录 罗生的意思就是 我们出动空军援助 你们赶快准备陆军 就是美国刚宣布参战以后 斯大林就估计到这个形势要复杂 就做了这么一番设想 以后呢 又又又几次 从八月到八月份 几次电报都讲这个空军的参战的问题 但是中国决定出兵了以后 那苏联空军要不出动怎么办 所以他决定让周恩来 跟林彪说你们俩干脆一眼见斯大林 对吧 这事给我弄清楚 到六号的时候 斯大林又来个电报 说你们到底那会开了没开 决定下来没有 我这个精神快顶不住了 七号 毛回电 说啊 我们还没有商量好 这个我们认为呢 现在出动还不是时机 你容我再准备准备 就很了 沙丁又来个电报 急啊 毛泽东同志 我告诉你 现在是打败美帝国主义的最好时机 你看 他说二战结束以后 日本人不行了 德国人不行了 英国人垮了 法国人也衰落了 就剩美国人了 咱俩一援手把他打败就完了 那个时候 台湾就自然回到你的手里 这个 这电报就是这么写的 这个 等到周恩来 林彪一去 双方一谈 出事 为什么呢 他们谈了半天 当那个 周恩来的意思 实际上他知道 中国已经 十月五号已经决定出民 而且六号 国防会议也开了 八号命令都下了 组织这个志愿军 谁是司令什么什么什么 司令员 谁正伟的 但是他不能跟苏联说 他只能跟他说 哎呀 我们现在真的非常困难 怎么办 我们出兵呢 那是有条件的 第一 就是苏联 我们的装备不行 全套装备 苏联要配上 第二 我们出陆军 苏联出空军 你否则的话 我们对付不了 这个空中全是美国人 斯大林的说呢 武器装备 没问题 你要多少 给多少 要什么 给什么 啊 这个空军呢 说我们还没准备好 你们先去打 两个月到两个半月以后 等我们空军准备好了 再说 周恩来何等聪明 一听就不对劲 说那这样 恐怕就不行 那么现在看到的这个 记录呢 不 这个黑海会谈 这个记录 现在是没有 像一个有诗哲 都是当事人的 一个诗哲的 一个这个 呃 费德林 就是俄国内翻译 大概 因为跟后来的电报啊 是吻合的 所以十一号两个人就联名给毛发了个电报 说 中苏会谈的结果 决定放弃朝鲜 这个林彪出主意了 说这个 呃 这个啊 这个赛林说啊 说你如果这样的话 就让金城到沈阳建的流氓政府 啊 林彪说千万别来 说你让这个金城留在山里的大游击 当然他这个双方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你别说好 您这打败了 他把战争引到东北来了 哎 但是最后还是决定建流氓政府 啊 这个呃 因为 这个电报到了 这个北京以后呢 这北京这边 就着了火了 这等于孤军奋战的 你如果让我们打怎么办 啊 没有空军 把彭德怀从 从那个那个亚禄江赶快调回来 13号召开政治局会议商量 这个过程咱不清楚 但是结果是知道 决定 还是出兵 就是苏联空军先不出兵 咱们先打 咱们先去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金城 摆不住了 金城打了个电报 说 说这不行了 这个眼看平壤就被包围了 我再不弄我也被服了 跟着呢 这个斯大林接到一个海军情报部 一个电报 说在原山 原山附近 就清津 东边 发现美国一支特混舰队 看样子又要抄后路 又再来一次登陆 所以他马上发了个电报给金城 说你立即撤退 你组着这个现有的一些人马呀 干部都到沈阳 建立流亡政府 然后重新训练部队 老俄病残呢 可以向远东苏联地区撤退 这个整个撤退计划 说由苏联大使帮助你 这个策划 电报刚发走 14号 罗胜的电报到了 说毛泽东同意出兵了 他们先出兵 斯大林马上追了个电报 给金城 上个电报作废 毛同意出兵 你再坚持一会儿 中国大军就到了 这边呢 毛泽东又给这个 周恩来打个电报 说你呀 现在赶快去找这个斯大林 让他答应我 两件事 第一 就是 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 我现在没钱 给不了的钱 咱们打完仗再算 算我贷款行不行 第二 说你让他保证两个月到两个半月以后 这个空军要出动 你不能 我那打了 最后他不来了 这会儿呢 周恩来已经回到莫斯科 所以15号他就找了莫勒托夫 莫勒托夫大概不知道怎么跟斯大林商量 反正回过头 周恩来说呢 贷款没问题 打完仗 这个咱们再结算 而且我们按半价跟你算 但是空军呢 不行 说我们原计划就是两个半月以后空军出动啊 也不会过鸭绿江的 这个周恩来一听 我们在朝鲜打仗 你不过鸭绿江 你算什么参战呢 得了 也没法跟他再说了 马上坐飞机 所以18号 又召开个政治局 紧急会议 又把彭德怀从那个鸭绿江边给调回来 最后商量 也是这个记录 会议记录没有 据说是彭德怀火冒三丈要辞职 但是最后 毛的电报 看这个电报 给这个十三兵团电报 还是照原计划出动 就是19号晚上 这个七点 四个军 这样子中国部队在这个 19号晚上就进入朝鲜参战 是不是讲到什么时候 过了 我这个一讲了就忘了 反正这个过程大体上就是这样 当然后边还有很多 我咱们讲了半天 不过讲了从六月到十月的事 行了 但是最热闹的就是这个 时间关系 那么我们留几分钟还是给大家提问题 看看哪一位 在这个投票的时候 在这个投票的时候 是在打仗打到什么时候的时候 是不是在在 在美国人权登陆以前的事情 是不是 他呀 这个事儿现在反正还是个谜 这事情大体上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苏联退出安理会 是在中华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中苏同盟条约谈判 苏联要让中国进入联合国 但是美国反对 那个蒋介石 后来苏联就退出了 突然长期战争一爆发以后呢 联合国紧急开会 后来确定是北朝鲜发动了进攻以后呢 就要组织联合国军 这个时候呢 美国 这个苏联人还没有回到安理会 曾经 米高阳曾经劝过斯大林 说是不是咱们赶快回去 你到那可以 可以发挥作用 实在不行 咱们就使用个否决票嘛 但是斯大林呢 说不动 所以没有 这个安理会没有回去 使得联合国 联合国军组成的这个决议呢 顺利通过 但是斯大林为什么不回去 这个现在没有任何材料 说明 所以这个问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因为有一种说法 就说这个这个不是我的说法 是我之前前面有人说法 就这个整个是一个阴谋 因为就是斯大林 要发动这个 就是制造这个朝鲜战争 使得中国卷力去 跟美国做一个对抗 因为这对中国来说的话 中国当时 就是说本来是中国的统一问题 是第一 第二这个建设 就那么多年的内战 是吧 本来是不要打一个国际战争的 但是为了使得这个中国 不得不依附在这苏联这个集团里面去 所以他故意挑动了一个朝鲜的战争 像中国跟美国一打 所以他为什么 苏联顾问不到那个 那个三马线过去 为什么空军不要出动 为什么林国他不要投这个反对票 这个都是完全是符合 这样子一种阴谋的这个理论 你对这个理论怎么看法 我不赞成这种看法 我觉得这个斯大林 没有这么一个精密的设计 这个是靠逻辑推出来的 照我的看法呢 这个事情 它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 我专门写过文章 你要在这儿要展开论述 得又一个钟头 反正你可以上网看看我写 我认为呢 这个他是 他事先是想到过 如果不行要靠中国 这个是判断是可以下的 因为有文件可以做这个证明 但并没有是 他原来就想让美国 中国跟美国怎么弄下来 因为中苏同盟条约已经签订 不存在中国在跟美国和好的问题 逻辑上这个是讲不通的 而且呢 他也无法肯定中国就一定要参战 所以中国为什么参战 这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因为就毛一个人参战 大家都反对 如果毛不坚持到中国根本就不参战 你不见一个流亡政府就见吧 就完了 所以他整个阴谋说是很难成立 我个人看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说有两次本来他都说不出兵 后来决定又要出兵 那两次政治局会议 什么 以上说 本来有两次 朱恩来他们去莫斯科以后都说不行 对 这就是 就是到底毛 为什么非要出兵不可 我一个基本观点 但是我也写过一篇文章 就在中文大学 那个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 主要有那么几点考虑 就是所有中国领导人的考虑 都是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 他认为呢 中国这个时候不应该打 打又不一定能打赢 这两个基本的论据 但毛的看法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因为毛不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 他是从国际的角度出发 一 他是负责亚洲地区的革命 你还别不信 这个四九年七八月 七月份 刘少奇去的时候 他们俩就有一个君子协定 斯拉林说 中国是一个大党 将来世界革命 无产阶级运动 我们负责欧洲 你们负责亚洲 所以 他要耽误起这个责任 那朝鲜挨打 他能不出兵吗 所以毛有这么一句话 说打败了 咱们也算出兵了呀 将来这笔账记着 还得跟美国人算 所以他不在乎战争 当然能打赢最好啊 从军事上讲 他是设想 怎么想办法打赢 但是从战略上讲 他必须出兵 就像后来为什么飞过三八线一样 他说过三八线 不是军事问题 是政治问题 就是他的考虑 跟其他所有领导人 第二 就是 除了这个嘛 还有一个就是 他 就是 美国宣布 这个台湾问题 未定论 这个对毛的刺激 非常大 你看 在大概在九月份之前 所有中国报纸上 和中国领导人讲话 从来没有单独提朝鲜问题 都是台湾文 台湾朝鲜问题 所有的这个民主党的声明 都是这个 所以 杜鲁门 这 这个 这个做法啊 这个 比较 我看是激怒了毛泽东 所以他 毛讲了一句话 说你美国人说话不算话 你 一月份你说 台湾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 怎么到 六月份 就地位 这个未定 再一个呢 当然 这个 我想 这个对于 对于美军像 过鸭绿江以后 到底要干什么 毛心里没底 所以 他几次 这个 表露 特别是周恩来 表露这么个意思 说 你只要 不过三八线 甚至你只要 美国人不过三八线 中国就不出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你看 这个 为什么 三号凌晨 周恩来要紧急召见 这个潘尼加 印度大使 就是因为 二号 政治局会议 这个扩大会议呢 没确定 到底出不出兵 说四号五号 在商量 周恩来 就掐了这么个口 把这个信息 传递给 美国人 你只要不过三八线 只要你美国人不过三八线 我们就不出兵 结果呢 这个潘尼加 倒是把信送到了 这美国人不屑 说这 中国来讹诈 因为迈克阿瑟认为 中国人不可能出兵 他要出兵应该在八月份 早就八月份出兵就完了 根本我登陆就没机会啊 他在最不应该出兵的时候 出兵 傻子 那是 所以 这个十五号 在威克岛会谈的时候 他说 他跟杜勒文讲 说中国呀 要出兵 他早就出了 他现在出兵 那就不是一场战争 而是屠杀 对毛的 他确实 他有很多想法 跟别人不大一样 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只能到这里为止 因为我们要 这个教室要交出去 过我们星期四 还有一场 欢迎大家继续来 而星期四呢 是波凶事件于中国 中共走上世界舞台 意思是说 毛泽东已经不但 着远于亚洲 他也着远于全世界 哎呦 你领导上了呀